大家好,我们在现在秋季的话呢,很多花也会选择给兰花进行一次翻盆处理 那么翻盆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你兰花的这个根系 观察它根系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后期呢就能够准确的掌握一个施肥的方法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抗根施肥呢? 这个是我前两天脱盆的,因为晾晒时间有点久,所以有点脱水了 但是呢也不影响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抗根施肥的一个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根系的情况 如果你的这个兰花啊,它的根系呢特别的短,特别的粗 那么就是说明了我们施肥过量过多了 所以后期大家施肥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少施 或者是施肥的这个间隔时间呢,适当的长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它的根系出现这种情况 以免后期的出现肥害 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兰花啊 它的根系呢出现一个发黑的现象 那么就说明了它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施肥过量已经产生了肥害 那么我们在后期栽种好之后呢,建议大家最好就是树养一段时间 一定不要再过多的施肥 后期施肥的话,尽量采用一个薄肥的方式 就比如大家使用这种兰科专用油精一样液来给它施肥的时候 一般建议是稀释500倍到1000倍来使用 那么后期大家追肥的时候呢 尽量就是稀释大概三四千倍这样子给它薄肥 或者是最好不要施肥,等它根系恢复一个正常之后 我们再来施肥是可以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兰花的根系啊 特别的长,就说明了这个肥啊不足 它的根系呢要一直往下来生长来寻找这个水分和养分 所以我们养活过程中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肥才行的 如果你的兰花根系特别的多,那根系又特别的细 那也是因为这个肥啊严重不足,这个时候缺肥比较严重了 一定要及时的补肥,大家可以用这种兰科专用的有机养液 然后适当的给它补充一点这个微生物有机肥 来给它补充更多的蓝根菌 然后让它的根系的吸收功能能够增强 那么对它后期的生长也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呢这就是教大家怎么判断如何看根施肥的一些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